诡异的紫色闪电划破天空吹响死亡的号角 感染了丧尸病毒的超级英雄哨兵穿越而开 首批赶到现场的超级英雄也被感染成为了丧尸 在丧尸英雄的快速传播下 丧尸病毒成功感染全球 最终整个地球所有人类都被丧尸英雄吞噬殆尽 后来丧尸英雄们吞噬了前来探查情况的因应下 紧接着丧尸英雄们遭到无敌的行星吞噬者的攻击 但最终丧尸英雄成功战争无敌的行星吞噬者病大快毒 啃噬吞心的血肉后丧尸英雄们也获得了对应的能力 接下来丧尸英雄们将会前往宇宙深处继续传播病毒 拿好焦麻鸡胡辣汤吸胡醋鱼羊肉泡馍 新疆爆辣炒米粉青椒炒肉一大碗米饭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这里是漫威漫画616主宇宙 此时的黑豹和暴风女骑士刚结婚不久 因为内战的影响 导致瓦坎达驻纽约大使馆被破坏 但黑豹和暴风女一点也不慌 他们总会有办法解决这场国际矛盾的 很快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量记者们包围了一家被瓦坎达士兵镇守的餐厅 黑豹和暴风女与神奇四侠夫妻二人在这里用餐 为了保证私密行 整个酒店都被买下了 神奇先生李德表示自己这段时间累了 打算和老婆苏珊离开一段时间放松一下 在这期间他真诚地邀请黑豹把瓦坎达大使馆搬进巴克斯特大厦 而石头人和霹雳火两个人不成气候 所以神奇先生希望黑豹能带领他们这个团队 神奇先生信任黑豹的领导能力 更重要的是黑豹和暴风女也是夫妻二人 在团队模式上甚至都没有发生变化 黑豹和暴风女立即答应了李德的邀请 这对于他们四人来说都是十分友好的一个结果 第二天黑豹和暴风女来到巴克斯特大厦接管团队 并且把巴克斯特大厦的一部分装修成了瓦坎达大使馆 这件事被全世界所有国家高度关注 毕竟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和瓦坎达如此友好合作 似乎能够对时下世界局面产生一些影响 在副空间内 虫族正在开着大会 他们高声讨论着要如何把入侵者驱逐出自己的领地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劲 一只巨大如陨石般的神秘恐怖物体正在砸向他们 只听沉闷的一声响 虫族领地全员覆没 他们其实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吧 神盾局已经在副空间搭建起了他们的基地 当然虫族不只有蚊子大小 还有比成年人类都要大的巨型虫子 例如眼前这只长得和史克浪一样的虫子还会碰 左边长得和歼灭者类似的虫子就更厉害 会用双截棍 而这些虫子正在经历一场竞技厮杀 最终取得胜利的虫子享受带领族人发起战争的荣誉 视角来到内战期间 钢铁侠建立的42号副空间监狱 大量副空间巨型虫族冲破了这间监狱的外墙 并对驻守在这里的神盾局士兵发起不要命的冲锋 士兵们虽然立即开火攻击 但是地下也会钻出虫子 士兵被虫子拽入地下 大甲虫则是拿着刀钻了出来 神盾局士兵发现大甲虫后大喊着坚守阵地 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是这只甲虫的对手 甲虫二话不说穿过了42号监狱的传送门 随着光芒一闪 他成功穿越到了地球 而这里是位于地球纽约巴克斯特大厦的一处传送门 甲虫穿越到了神奇四峡的甲 此时黑豹等人刚刚忙完一件事传送回巴克斯特大厦 在黑豹的手上拿着神奇的魔法青蛙 黑豹在检查设施的时候 及时发现了从斯塔克42号监狱穿越而来的甲虫 他们寄希望于巴克斯特大厦的防御系统能解决到它 但是这皮糙肉后的甲虫不仅能防御激光攻击 还能免疫高压电流的伤害 甚至连毒气都没有任何作用 看到这时霹雳火和死后人黑黑一笑 石头人握紧拳头 这意味着该轮到他出场了 此时的甲虫正在瓦坎达大使馆里袭击人 勇敢的瓦坎达士兵站出来就吓了这位女士 但是甲虫实力强大 不是瓦坎达士兵可以对付的 甲虫张开血盆大口 立即就要对着一名瓦坎达士兵咬下去 就在这时候石头人的拳头狠狠捏住了甲虫的脑袋 是石头人及时赶到了这里 他二话不说立即失大力成地打在甲虫脸上 甲虫吃痛 他终于遇到对手了 紧接着石头人重拳如狂风暴雨一般不断砸下去 但是甲虫却趁机抓住石头人的脚 然后直接把石头人拽倒并甩了起来 被甩出去的石头人差点砸中冲了过来的霹雳火 霹雳火立即张开手噴射火焰攻击 却不料甲虫张大口把火焰吞入自己口中 这一幕也吓坏了霹雳火 紧接着甲虫从口中喷射出浓厉的黑烟袭击霹雳火 黑烟居然灭掉了霹雳火身上的火焰 甲虫冲过去抬起大脚立即就要踩死霹雳火 但是脚落下的时候却扑了的空 是暴风女及时使用狂风吹走了霹雳火 他立即抬起自己的手绿的甲虫释放狂暴雷霆不断攻击 石头人也站起来打算继续对甲虫发起攻击 此时的黑豹正在神奇先生的实验室内进行调查 在这里他从监控见到史塔克42号附空间监狱 遭到虫族入侵的惨烈情况 但他并没有打算帮助神盾局解决这个烂摊子 此时的霹雳火尸头人暴风女还在对付甲虫 但是甲虫的力量强大到让他们三人都无法拥抖 并且他们发现甲虫不管什么东西都喜欢吃 这时候黑豹从实验室里拿着一堆武器来到这 他扛起一把巨大的枪械打算试一下能否解决甲虫 在扣下扳机的一瞬间能量炮炸出轰轰一声巨响 但是被打中的甲虫丝毫未遂 还在快乐地啃食木材 黑豹紧接着发射高强度粘性复合材料泡沫 瞬间固化的泡沫成功把甲虫包裹进了里面 结果下一秒甲虫打烂泡沫从里面冲了出来 然后抱着从未见过的泡沫开始大快朵一吃了起来 他吃着吃着眼睛看向了别的地方 居然是隔壁公寓楼顶部的蓄水塔 黑豹他们觉得绝对不能放任甲虫离开巴克斯特大厦 霹雳火问黑豹还有没有什么花招 只见黑豹掏出了自己那神奇的魔法青蛙 黑豹对着魔法青蛙许下了一个驱逐甲虫的愿望 然后一拥而上开始围攻甲虫 并找机会对甲虫使用魔法青蛙 石头人和甲虫开始决力 并催促黑豹赶紧施展魔法 最终魔法青蛙在紧急情况下成功被处罚 但是驱逐甲虫的魔法也连带着把他们也一起传送走了 眨眼间黑豹等人和甲虫已经全部消失 因为他们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去 下方是从未见过的建筑 这是个陌生的地方 他们重重摔落到地面上 但还好有暴风女在大家都没摔伤 黑豹率先提问甲虫去哪了 他们低头看下去 原来甲虫摔晕了 先放下甲虫的事情不说 他们此时的情况很糟糕 因为他们居然来到了斯库鲁人居住的星球上 这时候石头人发现天空上似乎有什么诡异的东西 但是被斯库鲁人包围的黑豹霹雳火没空抬头看 只有暴风女也注意到了天空上那诡异的几个黑点 暴风女石头人自然认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是大名鼎鼎的丧尸英雄 如今的他们获得了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拥有了前往宇宙深处觅食的能力 凶神恶煞的丧尸英雄的恶患 他们将会比斯库鲁人要危险可怕成千上万倍 就在这时候从昏厥中醒来的甲虫突然袭击了石头 暴风女霹雳火赶紧一起联手先对付甲虫 另一边斯库鲁人的军事基地内接到了被入侵的消息 长官问士兵 入侵我们星球的是什么人 这名士兵支支吾吾的说道 看起来像是行星吞噬者 当然丧尸英雄只是有着相似的能力和外观 他们本质上是丧尸 并非吞书本人 但不管如何 斯库鲁长官都要启动最高级别的防御措施 丧尸英雄们为自己终于找到新的食物而感到兴奋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跨越了银河才找到这些鲜活的能力 结果下一秒飞在最前面的丧尸蜘蛛侠 直接撞在了无形的能量护盾上 丧尸蜘蛛侠撞的下巴脱臼牙齿掉落 其余丧尸见到这一幕纷纷大声取笑他 此时地面上石头人举起一块石头 轰轰一声狠狠把甲虫砸飞出去 甲虫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被解决了 黑豹赶紧再次掏出魔法青蛙打算带大家离开这里 结果话音未落 他们就被天空上那大量的超级战舰给吸引了 石头人觉得这么大场面肯定不是来抓他的 此时天空上 丧尸金刚王挥动爱德曼和金利爪撕裂能量护盾 丧尸卢克凯奇再继续撑开这道裂缝 不出一会他们便能成功钻进去 斯库鲁长官看到这一幕都吓坏了 立即要求手下发射火箭弹攻击 紧接着大量体积巨大的火箭弹陆陆续续发射出去 已经成功钻进来的丧尸英雄们看见火箭弹一点也不慌张 纷纷联手发射宇宙能耐将这些火箭弹进手摧毁 这些导弹实在无法对如此强大的丧尸英雄们过程威胁 此时地面上斯库鲁人已经和黑豹等人以及甲虫混战起来 好战的斯库鲁人是极度排外的战斗者 任何入侵者他们都会拼尽全力消灭他 不过这些斯库鲁平民的战斗力不是非常高 他们一拥而上也无法对抗石头人和甲虫 在打退这些斯库鲁人之后 又是剩下黑豹等人和甲虫 突然间丧尸钢铁匣冲了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咬在了甲虫坚硬的肩膀 这恐怖的画面吓坏了黑豹一行 他们认出了眼前那样貌恐怖的人 似乎是卢克凯奇和托尼史塔克 黑豹知道肯定出大问题了 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话刚说完 魔法青蛙启动把他们传送离开 也是在这一瞬间丧尸浩克从天而降差点砸到他们 而黑豹则是发现他们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石窟里面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魔法青蛙没有把他们传送回家 所以只好先派出霹雳火在洞窟里面探瞒 结果霹雳火很快就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这导致他重重摔落在地面上 当他抬头看上去时 看见的却是名为来家的漂亮斯库鲁女孩 同时黑豹遭到了类似神奇先生的橡胶手袭击 石头人在黑暗中遭到了敌人势大力尘的偷袭 暴风女则是被类似霹雳火一样的火焰包围 暴风女赶紧释放狂风驱散这些围绕在身边的火焰 然后发现出现在眼前的居然是斯库鲁人 袭击了黑豹的橡皮人也是一名斯库鲁 还有袭击石头人的斯库鲁 甚至长得和石头人一样 只见斯库鲁人控制着霹雳火并走了出来解释道 他们斯库鲁人想要复制超级斯库鲁人卡尔特的四种能力 但是只能做到每个人复制神奇四侠的其中一种 这个女生便是有着像隐形女苏珊一样的能力 黑豹问斯库鲁人想要干什么 斯库鲁人反问黑豹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是入侵者 黑豹赶紧解释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个意外 而且他们和外面的丧尸并没有任何关系 暴风女表示他甚至还想保护斯库鲁人不被丧尸危害 斯库鲁人来了兴趣 问黑豹能否阻止丧尸 黑豹不清楚 但他答应会竭尽全力 此时在地面上 丧尸英雄们已经啃食了这座城市大部分斯库鲁人 体型巨大的蚁人甚至把斯库鲁人当做零食一样丢进嘴里 在啃完这座城市大部分斯库鲁人之后 浩克仍旧大喊着自己还是狠狠 丧尸卢克凯奇表示他们是丧尸 不管吃多少都是不会饱的 丧尸浩克听完后严肃地扭头看向他 下一秒丧尸浩克一巴掌把丧尸卢克打飞出去 丧尸浩克大喊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要你多嘴 可怜的丧尸卢克凯奇像子弹一样倒飞到远方 别的丧尸英雄们看见后全都吓到愣了 丧尸钢铁侠赶紧把自己没啃门的肉浇出去 丧尸浩克气汹汹的一把脱走 然后躲在角落里面独自一人好好享受 此时的斯库鲁人作战基地内 长官咆哮大喊表示 这座城市的人已经被丧尸吃光了 能够阻止丧尸的方式只有炸弹 炸了这些丧尸 这时候黑豹一行人被带到了斯库鲁人的作战基地内 黑豹表示他知道斯库鲁人和地球人总是发生战争 但是现在他们需要摒弃前嫌团结起来才能活下去 斯库鲁长官表示让黑豹继续说下去 黑豹表示现在那些丧尸实在太强大 斯库鲁的舰队士兵根本就毫无胜算 黑豹说的是对的 那些舰队正打算投放炸弹轰炸 结果面前突然出现丧尸蚁人的巨大面袍 丧尸蚁人就像是玩弄玩具一样 十分轻松就摧毁了舰队 然后把里面的斯库鲁人当作爆米花一样到进嘴里啃尸 但是还有斯库鲁飞船反对着丧尸蚁人开火 结果下一秒他们的飞船就被丧尸浩克直接撞了 浩克直接在飞船上一手一个开启自助餐模式 而丧尸钢铁侠和丧尸金刚狼也紧随气候入侵别的飞船 只有丧尸蜘蛛侠可怜巴巴地趴在飞船外面 要求别的丧尸留点鲜肉给他 看见自己的舰队全军覆没的长官被这一幕吓唤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突然发生一声巨响 居然是被丧尸浩克一巴掌打飞出去的丧尸卢克凯奇 他被刚好被打飞到撞进了这件斯库鲁军事基地面 丧尸卢克凯奇的出现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绝望 仿佛拥有了行星吞噬者一般无穷饥饿的他 在眨眼间便砍了许多斯库鲁人 而斯库鲁长官在这时候认为这一切都是黑豹的阴谋 他认为黑豹和丧尸是一伙 于是斯库鲁人立马调转枪头对黑豹射击 还好石头人转身扛下所有枪击 生气的霹雳火立即爆发出猛烈的火焰驱散斯库鲁人 而丧尸卢克凯奇觉得被烤熟的肉也挺好吃的 现在情况紧急 黑豹他们必须想出解决办法 石头人二话不说立即掀了地板 然后一拳把这块地板砸成无数小碎块 暴风女立即卷起狂风带动这些小石块 下一秒石块仿佛无数颗子弹一般飞射出去 但是很可惜全都被丧尸卢克凯奇挡住了 丧尸卢克凯奇表示自己饿得很 懒得和他们打 黑豹当即扯下自己的面罩露出真容问道 卢克 我是你的朋友特查拉呀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丧尸卢克凯奇这才意识清醒了一点 他也很好奇特查拉为什么会在这 而且为什么霹雳火和石头人居然不再是丧尸了 听到这番话的霹雳火和石头人明白情况不对劲 特查拉脑瓜子一转 骗卢克凯奇说他找到了自愈的方法 但丧尸卢克凯奇马上听出特查拉在骗 因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全都变成丧尸了 所以丧尸卢克凯奇明白眼前的特查拉一定不是这个宇宙的人 黑豹特查拉和暴风女发现卢克凯奇也没那么等 丧尸卢克凯奇猜出黑豹他们一定是从平行宇宙来的 所以他逼迫黑豹交出穿越多元宇宙的方法 黑豹当然那不可能交出去 他拿着魔法青蛙提醒大家准备联手出击 随着话音落下 斯库鲁四侠和黑豹一行人联手出击 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争取到更多的逃脱时间 此时在城市的另一边 仅剩的斯库鲁士兵还在战斗 但他们的防线一再崩溃 只能落荒而逃 但丧尸英雄又怎么可能放过这些美味的鲜肉 丧尸金刚狼冲上去残忍地杀害这些斯库鲁士兵 然后把他们穿在自己的爪子上当作烤肉慢慢享受 一堆斯库鲁母子躲在房间的床底下大气不敢闯 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是被丧尸蜘蛛侠找到了 他甚至没有能力 因为这对母子的脚都露出来了 丧尸蜘蛛侠直接先飞整张床 然后向这对母子张开血盆大口 随着清脆的咀嚼声不断响起 蜘蛛侠成功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此时的丧尸金刚狼还在一边猎杀一边享用 愚昧的斯库鲁士兵居然觉得也许可以和丧尸金刚狼谈一谈 然后便一脚踹了一个倒霉鬼出去谈判 结果这名倒霉鬼磕磕巴巴的刚要谈话 下一秒就被丧尸金刚狼发射能量摧毁了马铁 彻底绝望的士兵立即转身就跑 结果他们刚跑几步立即就撞上丧尸钢铁侠 剩余的斯库鲁士兵都已经被丧尸们彻底包围了起来 甚至还有那只甲虫也已经被转化成了丧尸甲虫 丧尸英雄自然是不允许丧尸甲虫来瓜分食物的 于是气汹汹地冲过去要打一顿 结果三名丧尸英雄全都被丧尸甲虫一拳打飞 被打飞的丧尸英雄撞击在一栋建筑内 他们发现这里面居然还有不少的平民 虽然他们很想和丧尸甲虫比一下高低 但是丧尸蜘蛛侠已经被眼前的斯库鲁平民吸引 丧尸钢铁侠也赞成先吃饱再解决那只大虫子 此时斯库鲁四侠和黑豹等人逃离了军事基地 他们打算逃到一艘飞船上离开这颗星球 结果丧尸卢克凯奇穷追不舍也跟了我们 而斯库鲁长官居然要求斯库鲁四侠拦住丧尸卢克凯奇 暴风女和霹雳火对此感到很生气 因为这是个自杀任务 但斯库鲁四侠却仍旧义无法顾地选择前去战斗 无法阻止他们的黑豹一行人只好选择上飞船 斯库鲁四侠慷慨赴死一般把丧尸卢克凯奇包围起来 而飞船已经离去了 丧尸卢克凯奇没有阻止 因为他没有必要一直追 飞船上 黑豹问斯库鲁长官要到联系地球的方式 很快设备信号被地球那一边接通了 但是接通的人居然也是黑豹特查拉 特查拉虽然知道这里是平行宇宙 但是看到另一个宇宙的自己还是感到十分惊妙 石头人和霹雳火道士已经对平行宇宙见怪不怪了 这个宇宙是丧尸宇宙 在之前的剧情里我们有提到 黑豹遭到丧尸皮姆的囚禁用来割肉吃 残肢断腿的黑豹逃出了蚁人的实验室 然后被空间站的人就走并在空间站活了几年 几年后地球上几乎已经彻底没有了任何丧尸 黑豹也和空间站的一名女性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直到如今主宇宙的黑豹穿越到这里联系上这里的黑豹 而他们需要讨论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了一会之后 丧尸卢克凯奇回到丧尸英雄阵营 丧尸英雄都嘲笑卢克凯奇这时去旅游回来 丧尸蜘蛛侠全卢克凯奇不要靠近丧尸浩克了 丧尸卢克凯奇憋一肚子气想骂人 这时候丧尸钢铁侠靠近打算说教一番 结果也被丧尸卢克凯奇怒对了 看见丧尸钢铁侠被骂了的蜘蛛侠大呼爽快 觉得自己丢脸了的丧尸钢铁侠怒气暴霸 直接双手发射能量打了出去 但是丧尸卢克凯奇不仅没有受到伤害 还顶着宇宙能量光束一步步逼近 然后恶狠狠地抬起他那蓄力完成的拳头 只听轰动一声巨声 丧尸钢铁侠被打飞了出去 丧尸一人表示丧尸钢铁侠回来后会很生气 但丧尸卢克凯奇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带来了一个可以继续饱餐一顿的信息 紧接着丧尸卢克凯奇把黑豹是平行宇宙穿越而来的消息说了出去 只要找到穿越到平行宇宙的大火 他们就能继续饱餐一顿 丧尸英雄们听到后感到十分高兴 甚至揉着他的脑袋夸赞他真是个大宝贝 此时的主宇宙黑豹已经从丧尸宇宙的黑豹嘴里得知了一切 但是即便得知了这一切他也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他们唯一逃生的希望便是这只魔法青蛙 只有依靠这只魔法青蛙才能穿越回616主宇宙群 话音刚落 斯库鲁长官立即让所有士兵瞄准黑豹 然后强迫黑豹把魔法青蛙给交出来 石头人和霹雳火对斯库鲁长官这过河拆桥的行为感到愤怒 暴风女更是暴怒无敌 他决定摧毁这艘飞船的动力员 话音刚落所有斯库鲁士兵纷纷站不过摔倒 因为暴风不迎报了飞船的动力员 这导致整艘飞船坠毁在了地面上 黑暗中 黑豹让霹雳火点个火照亮一下 火光照亮坠毁飞船的黑暗环境 在飞船坠毁的时候是暴风女的风保护了大家安全着用 但是他们立即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不断传来 下一秒飞船的残骸被斯库鲁四侠狠狠撕开 但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斯库鲁 而是丧尸斯库鲁四侠 没想到他们没有死 而是被丧尸卢克凯奇转换成了丧尸 没办法黑豹他们只好选择战斗 原本霹雳火心慈手软还不想动手 结果自己立即被引擎立场进不清 丧尸莱家是立场断绝了霹雳火的空气 突然间一发金色的武器扎入莱家的脑袋 莱家受到攻击这才让霹雳火有机会逃脱 但是霹雳火立即又被丧尸橡皮人抓住了脚 还好石头人及时出现把丧尸橡皮人砸晕过去 丧尸火人不断喷射火焰攻击黑豹 黑豹凭借灵活的技巧不断闪躲藤魔 下一秒暴风雨掀起猛烈的狂风攻击 把丧尸火人直接吹飞出去 并且倒在尖锐的尖刺上被贯穿身躯 但身为丧尸 这点伤害还不足以让他死去 紧接着黑豹投掷出一把金色的能量武器 这把武器直接贯穿了丧尸莱家的头颅 虽然不一定致命 但应该可以造成不小的伤害 就在这时候整个飞船废墟发生了剧烈震动 居然是丧尸斯库鲁石头人在抬起飞船废墟 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脑袋上的飞船 居然在不断发热变火 下一秒飞船上的金属融化成铁水浇灌在他的身躯上 是霹雳火融化了这些金属 把他们变成铁水 然后暴风雨吹出冷风 让铁水在丧尸斯库鲁石头人的身躯上流去 最后只剩下还没有被解决掉的脑袋 黑豹在后方拿起一片锋利的铁板 然后冲过去十分凶狠地劈砍下莱家的脑袋 但是对于丧尸来说断了头也不会死 莱家的脑袋刚好落在霹雳火的脚面 他张开嘴立即就要咬下去 还好黑豹提醒即使霹雳火才没有被咬到 突然间一道能量术轰烂了莱家的脑袋 开枪的人是黑豹 他捡到了斯库鲁人的枪 就在这时黑豹的手居然被丧尸橡皮人抓住 原来丧尸橡皮人没有死 他把黑豹拖过去打算一口咬掉 黑豹看着丧尸橡皮人的血盆大口意识想不出对错 在千军一发之际还是石头人砸扁丧尸橡皮人的脑袋 丧尸橡皮人还是没死 他不断挤出自己的脑袋打算继续吃人 霹雳火箭撞赶紧释放火焰攻击他 暴风雨在释放狂暴雷霆轰在丧尸橡皮人的身上 一套连招打完后丧尸橡皮人这才彻底倒下 而斯库鲁长官居然没有摔死 他拿着光剑走出来大喊他要继续战斗 却不料他居然是冲着丧尸橡皮人而去的 丧尸橡皮人的脑袋被斯库鲁长官的光剑贯穿 但是他也在临死前咬伤了长官的手臂 没办法霹雳火只好一把火把他们两个一起烧了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被贯穿了身躯的丧尸火人也没死 他继续释放火焰朝着黑豹的门冲了过去 但是下一秒他就被一道宇宙能量光束打成残渣 是丧尸英雄们来到了 他们早就听到了这里的动静 现在他们来到这里刚好可以解误 他们逼迫黑豹把穿越平行宇宙的装置交出来 而丧尸浩克只觉得丧尸蜘蛛侠婆婆妈妈 丧尸蜘蛛侠很难过 这是他仅有的良知了 他觉得大家现在变得比自己曾对付过的坏人还要赖 听到这番话的丧尸英雄们纷纷看向丧尸蜘蛛侠 很显然他们对于丧尸蜘蛛侠这番话感到很不满 丧尸英雄们开始回忆自己曾经作为英雄的光辉岁月 但丧尸蜘蛛侠表示现在他们都烂了 还杀了无数的人 丧尸卢克凯奇把手按在丧尸蜘蛛侠的肩膀上安抚他 然后大手用力一按并大喊道 彼得你是个男人 要男人起来 我们没时间婆婆妈妈了 我们要吃肉 丧尸金刚狼和丧尸浩克都赞同这番话 目睹了这诡异一幕的黑豹一行人也愣住 但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黑豹赶紧使用魔法青蛙 眨眼间他们便离开了这里 丧尸英雄们看到黑豹他们离开后感到十分愤怒 他们把错都怪在丧尸蜘蛛侠在这发牢骚 但其实黑豹他们并没有成功穿越宇宙离开 魔法青蛙故意把他们传送到丧尸英雄背后50米外 但丧尸英雄们没有察觉到他们在背后 因此黑豹他们打算悄悄地离开这里 失去目标的丧尸一人打算捡一些斯库鲁士兵的尸体补福 但丧尸卢克凯奇还是打算搞一个穿越维度的设备 丧尸钢铁侠继续嘲讽丧尸卢克凯奇 而丧尸卢克凯奇表示要把他奏飞到地球轨道去 丧尸金刚狼懒地听他们吵架 他打算去找找还有没有幸存者 他要吃一些还活着的斯库鲁人 突然间灭霸居然出现在丧尸英雄们的面前 看到灭霸出现的丧尸英雄也感到十分震惊 而跟随灭霸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情人死亡女神 灭霸表示他曾经尝试消灭全宇宙的生命来贡献给死亡女神 现如今丧尸英雄们快要成功完成了这一状态 所以为了表彰丧尸英雄们吃光宇宙所有生命这一行 死亡女神决定赐予丧尸英雄们真正的死亡 丧尸英雄们听到这句话顿时慌 丧尸金刚狼大喊 等一下 我们虽然是不死生物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想死 丧尸蚁人也喊道 我们万一可以被治愈呢 借个宇宙立方用一下就好 只有丧尸蜘蛛侠冲出去大喊道 我受够了这一切 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罪恶感了 快杀了我来结束这一切 丧尸蜘蛛侠跪在灭霸和死亡女神的面前 所有丧尸英雄都在等待死亡女神降下奖赏死亡 许久后丧尸金刚狼好奇地问道 嘿 你们怎么还不对他动手 只见丧尸蜘蛛侠恶狠狠地抬头说道 说真的 我觉得你不是真的灭霸 我反而闻到了香喷喷的斯库鲁肉饼的味道 果不其然灭霸和死亡女神都是斯库鲁人化形假扮而成的 女斯库鲁人大喊道 求你让我活下去 我可以繁衍更多出来给你们吃 但丧尸英雄们哪里会理会这些 他们立即张开血盆大口扑向这两名斯库鲁人 此时的黑豹一行人已经逃离丧尸英雄已经很远了 觉得已经逃出生天的霹雳火甚至有闲情开玩笑 此时丧尸英雄们已经肯食完这两名斯库鲁人了 当他们吃完后才想起圈养斯库鲁人好像也不错 吃饱喝足后他们的意识再度恢复正常 但是丧尸浩克却一反常态地大喊他还要吃 而且这一次他不要吃斯库鲁人 他要吃粗粮 丧尸金刚王对于他这个想法感到惊讶 丧尸浩克捧起一把泥土表示他现在好了 他吃得下任何东西 丧尸英雄们这才后知后觉仿佛被点醒的一样 对啊 他们有着行星吞噬者的吞噬能力 于是他们开始释放自己身躯内的宇宙能量 把这股能量刺入到这颗斯库鲁星球内部 浩克想要的粗粮便是这颗星球 突如其来的地震吓坏了黑豹一行 暴风女通过感知发现整个星球都遭到了丧尸英雄的攻击 现在的他们正在贪婪地吞噬着这颗星球 下一秒土地崩裂 大量岩浆喷射而出 黑豹一行人已经被岩浆包围无路可走 他们现在唯一能够逃离这里的办法就只剩一遍 于是他们只好赌运起再次启动模仿金蛙 但是传送结束后发现他们出现在刚才的城市内 而且变成了丧尸的甲虫还突然跳出来袭击他们 难道他们今日终将死在这里了吗 紧接着斯库鲁星球发生了猛烈爆炸 丧尸英雄们已经完成了所谓的吞噬 等爆炸彻底结束后丧尸英雄们漂浮在宇宙当中 丧尸卢克凯奇大声感叹道 这顿饭真美味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小伙伴一直支持这个系列的故事 投币达到1000立即更新下一期视频 接下来会陆续更新大事件故事 如果你还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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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关注订阅我们的账号 第一时间收看新视频 也可以评论发弹幕转发视频 拜托拜托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